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今天把这些黄青菜收了 因为它开始慢慢起台了 再不收的话也不能吃 这个黄青菜比较遭蜗牛 这些叶子都是被蜗牛吃了 不是被菜心虫吃的 黄青菜去年冬天买了一次吃 觉得特别好吃 那时候是买了烫火锅 然后自己就买了些种子回来种 这个菜觉得烫火锅还是比炒子好吃一些 现在也一个食物 吃起来熟 吃起来熟 吃起来烫火锅 吃起来熟 吃起来熟 出来的味道 没有经过移栽 长得不是特别大一颗 要移栽一下长得更大 边上还有几颗四季豆 先把这个土随便翻一下 这块地还要留着种香瓜呢 早上七点多 天还不是特别亮 清理出来的菜叶子又用来凹肥 这一桶的话又快装满了 这个桶是50升的 觉得还是小了一点 看看上面有什么 上面有小蜜蜂 这一排种的包菜 最近好像长不大了 过个三四天试一次肥 还是长不大 之前虫子比较多 包一次心就被虫子啃掉 现在又长起来还没包心 今天摘一个下来试试看 会不会老了 这种的话做首饰包菜还是蛮好吃的 算是第二次种草莓 去年种了几颗没有长好 今年种的比去年的好多了 最主要的话是要买对苗 这个草莓特别甜 比奶油草莓好吃多了 像这种粉粉的不是特别红的都挺好吃的 奶油草莓吃起来有点酸 你们种的哪些品种酸不酸呢 下半年要多换几个品种种 今天摘了一个黄心菜 包菜草莓